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三天半价五连 三次都超到了什么好东西 第一天,上线就送了小趴一把 红点散弹枪 我去,我这运气也是没水了 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涂装 叫做雪地电弧突击步枪 也是新配方 第二天虽说没有给新配方 但是给了一个金色涂装 AWM电藏版 我去,这图谱分夹的太多了呀,是吧 然后还有暗夜叠影,黑色的 还有一个夜幕铁甲 这都是新配方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咦,KSD雪地版还是新涂装 小趴,有点欧皇 第三天呢,又送了一个新配方 叫做火箭筒 还给了一把A版的火箭筒 小趴的运气真的是越来越好呀 然后还给了一个蓝色的基础盾 暗夜叠影咱们已经获得了 咦,Z5佐尔雨战板 这也不错呀 OK,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要问题了 咱们的先锋墙居然倒塌了 火箭封锁墙已经倒塌,所以说这个沿江迅速漫延 直接把莱文市红山镇给淹没了 现在呢,咱们没有办法去莱文市 如果说你今天莱文市的任务或者副本 或者周本没有打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你们已经打不上了 这个莱文市已经被封锁了 接下来小趴就去了星图看了一下 结果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先锋墙倒塌了,沿江到处蔓延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很简单 就是跟着NPC的提示做一些补救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修建零号墙 坚持人类最后的底线 或者放弃这个城市,直接撤离 当然大多数人是选择了坚守 小趴呢,也选择了坚守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放弃 可能就会失去新地图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那就是在5月30号晚上9点半的时候 咱们的零号墙会受到僵尸的攻击 到时候大家一定去防守 为什么呢? 因为给配方产业呀 这才是重点 我是小趴 下期再见